签名档的制作 那签名档呢 譬如说我每次都要写信给朋友呢 好 那我们可以制作签名档 什么是签名档我们来看一看哦 当你开启撰写邮件的时候 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收信的人就知道 哦这是陈南雄寄给我了 他是新北市快乐国小五年二班的 那这怎么做 这个地方就叫签名档哦 来我们开始做了哦 点右上角的齿轮 接下来再来点选设定 接下来在一般设定标签哦 这里有很多很多功能哦 在这个地方点选一下 以后呢往下移动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签名的地方在这里 那这个呢可以自己输入 来比如说呢 就同学自己打吧 那通常我们建议同学按几个Enter 因为这边呢是输入信件内容 信件的下方 那我们改一下吧 我把这颜色换一下 我这边呢换成 呃紫色 这边也换成紫色 这同学样式可以自己设计哦 那我想再加可爱的图对不对 那图这里哪里有呢 图可以加这种图 可以插入图片 可以插入图片 那这是你电脑图片哦 如果是在这里可以上传 从电脑选取图片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那上传完以后事实上会在云端硬碟 也可以把它加进来 好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先不加了 因为加进来可能花了比较多时间 好那这个呢 通常在一般的商务人士他们会打什么 公司的住址啊 名称啊 传真啊 电话啊 这样好方便人家跟你联络 所以这个地方 同学们就打简单一点 如果是同学在输的时候 记得哦 不要把家里其他资讯打进去 有各自的问题哦 一般公司行号 他们会把公司的住址 电话打进去 那一般我们个人 我们就打简单一点 就请同学练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输入完成 设定完成以后 最下面呢 这边要选哪一个 移到最下面 要选选 储存变更 好我们再看一下哦 颜色变成紫色了 对不对 好按储存变更 好我们再回到这撰写哦 下次要写新邮件的时候 点一下 下方自动的出现了 你的名字 还有呢 基本资料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 所谓签名档 这个就非常方便了